打开水龙头只有细细的水流出 几秒后水越来越小 小到几乎快要看不到 这里原本是咖啡厅的厨房流理台 因为山坨来袭阳津公路摊坊 造成自来水管断裂停水好几天 细小的水柱让店家根本无法做生意 来这样子一点点 然后到昨天我们都没办法营业 我们已经连休大概三四天了 昨天是都没有水 是今天早上才这样一点点 店员只能用这微微的水洗抹布 但要给客人使用的餐具 为了健康清洁 也只好全部改成免洗用具 营业损失难以估算 因为停水所以全部都停业 暂停营业已经好几天了 基本上大概有 因为其实我们周六周日的生意是最好的 对那周六周日 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营业 受到停水影响 金山老街的人潮也冷冷清清 不受店家都关起门来不做生意 但台湾最美的风景 也在这时候表露无遗 都要去取水啊 我都跟我老婆都用桶子去取水啊 很多饭店什么都用一些包装水 在提供一些收宅户免费去取用的 金山的饭店都有免费提供 一些灾民过去洗澡 我们这里就没有什么灾情 但是停水是很严重 停水是很严重 已经五天了 新北市长侯友宜 午后也到金山勘灾 下令所有灾后复原抢收进度 普通通药迅速完成 这几天灾后复原的工作 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 剩下有小林系列的工程 但是这几天又刚好碰上有大雨 那在大雨的时候 山坡地也好 或是有一些崩塌落水的地方 含水量比较高 我们就会比较担心危险 山坨渔危加上东北季风影响 万里金山地区惨兮兮 居民只盼短时间内别再下大雨 让他们可以赶快恢复美丽家园 民事新闻新北综合报导